下一位請領委員長佐 各位我們立法院的同仁 大家好 是為什麼會有社會對抗 為什麼會有社會的衝突 為什麼會撕裂社會 就是因為我們在座的 有許多項賴士堡委員 費洪泰委員 省智慧委員 你明明知道不是這樣子 還跟著外面扭曲 惡毒 抹黑 錯誤的資訊 在這邊起舞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社會對立 我們今天為什麼會在這邊 審婚姻平權的法案 這是因為大法官會議已經解釋 說在台灣我們必須要保障 所有的人結婚的權利 不分你的性傾向 還記得兩年多前我相信賴士堡委員 費洪泰委員也在立法院 當時是包括民法的版本 專法的版本 都放在討論的桌上討論 而到了今天為什麼我們現在只剩下專法的版本 沒有任何一個民法的版本 就是因為遵守公投的結果 去年的公投結果 清清楚楚這個過程是什麼 一開始提案人 他提出來的案子是寫 你是否同意婚姻應該限定在一男一女 也就是說你是不是同意要讓同性結婚 後來外界中選會有疑議說 你這個寫的不清楚 你的意思到底是不准他們結婚 還是不准他們用民法結婚 後來提案人自己補充 他的意思是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 應該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 理由書裡面直接寫喔 本提案不排除以其他形式 來保障同性別的二人可以 這個得到婚姻自由的平等保護 清清楚楚是這個過程 這個是提案人自己寫的 即便提案人以及他們的團體 在公投之後還講了很多矛盾的話 但是我們回來看一下提案人的提案內容 以及提案書 各位立法委員明明就知道事實就是 我們在這邊審婚姻平權的法案專法 就是因為遵守公投 沒有人比我們還遵守公投 只有你們在違反公投 扭曲公投 曲解公投 而且因為這樣子想要去造成社會對立 來得到你們的政治利益 這樣子去欺負這些 已經全力被剝奪的幾十年的人 打壓這些過去這兩三年來 受到傷害的人 然後來得到你們自己國民黨的政治利益 公平嗎 我要拜託你們 昨天我打了好幾位國民黨的委員 把票投出來 今天把票投出來 今天把票投出來 我想關於這一條 我們當然都是非常的希望 可以把這個保障婚姻自由的意志 能夠寫在裡面 但是如果說為了能夠 這個讓這個法案能夠順利的通過來做 比較濃縮的這個描述 其實我不會有太多的意見 但是我想藉由這個機會 那再來回應剛才有幾位同事的一些看法 第一個 是不是太敢的問題 我想除了剛才我們黃國昌委員說的 其實這已經幾十年來的一個推進 那過去也已經兩年多來在立法院的討論 不管從本來的民法跟這個專法 那即便到了現在 是因為公投過了以後 裡面規定三個月內行政院要送案 所以不是太敢 如果我們要遵守公投 他就必須在三個月內提案啊 這個是遵守公投 怎麼會變成說幹嘛那麼敢 所以大家一直在講要遵守公投 公投法第三十條就是說三個月內要提案 而我們在修的這個過程裡面 又有一個五二四四線的這個時間的限制 那大家在協商的時候 如果大家真的希望好好的討論 我不太知道為什麼有幾位提案人 其實要嘛就是來了一下就離開 要不然就是根本不來 那現在又說都沒有好好討論 那這不是一個很矛盾的事情嗎 那另外就是剛才有委員說 裡面很多部分都直接寫準用民法 我必須要請這個委員們大家思考 如果你不寫準用民法 然後你又要保障婚姻自由 以及他的平等權要怎麼寫 我非常樂於看到你們的版本 但是你們的版本很清楚就是沒有保障婚姻自由嘛 沒有保障婚姻自由 不是用婚姻的這個方式來定義 人權以及憲法上面保障的婚姻自由 會發生什麼事 我也已經一而再再而三的說了 它可能會發生我們今天坐在這裡 最後通過的 不管是這個同性家屬或是同性這個結合的版本以後 這個上路了 還是有很多的同性伴侶在5月24號 他還是拿著四縣748號去說 我還是要辦結婚 我不是要做結合登記 我是要結婚登記 因為這個是憲法保障我的人權 那我們第一線的內政部的這一些 護政機關的人員要怎麼辦 以及你難道要叫這些同志朋友 再去打一次四縣嗎 我們在這裡不好好的救婚姻 來論婚姻 提出一個婚姻 來保障大家的這個權利 去弄出 出去擺圍 提出另外一個東西 我讓你登記結合啦 我讓你登記家屬 但是不要登記結婚 結果把問題丟給人民 讓護政機關在現場一團亂 甚至於有更多的四縣案要出發 謝謝大家 謝謝林委員 各位立法院的同事大家好 我想關於這一條 如果不是投下這個結婚登記 而去投其他的話 會造成的各種問題 從縣政乃至於到第一線護政機關 發生的各種問題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 我就不在這邊再贅述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回來 救婚姻 論婚姻 那在這邊 其實我是希望所有國民黨的委員 再次思考啦 因為這個是重中之重 也是展現台灣 在一些進步的價值上面 有機會是跨黨派 可以有共識的可能性 而我覺得齁 我知道賴委員 自己的版本 應該也不是你辦公室寫的 有特定的團體 我覺得你說的也很辛苦 每條都要拿他們背書 每條都要拿他們講 我認為 我知道 這些事情 有很多外面的遊說團體 到處去找 沒有人願意幫他提 最後扛下來提的 當然啦齁 我只是希望 每一個國民黨的委員 乃至於現在民進黨的委員 投不下去的 大家再重新思考 每一個人上來念的這個發言稿 其實你的助理到底是什麼 他可能被迫 一定得寫點東西給你念 可是大家在立法院很清楚 支持婚姻平權幾乎是跨黨派的助理都支持 幾乎是你可以好好的 你現在把你的稿子放旁邊 別人給你的案子也放旁邊 然後平心靜氣想一下 傳個訊息給自己的助理群組問一下 尤其是年輕人 就像剛剛許鈺仁委員說的 這是一個世代上面 對於台灣美好未來的想像 你問問你年輕的助理 他期待怎麼樣的台灣 是他被迫只能寫的稿子上面的那種台灣 還是說可以自由自在跟愛的人結婚的台灣 你問他說你要我繼續念 你給我的稿子 還是你要告訴我 在第四條要不要支持 讓相愛的人就可以結婚 我相信大家的答案都很清楚 所以我要再一次呼籲所有跨黨派的委員們 我再一次說 你把人家交給你的法案放旁邊 把有人不得不寫的發言稿也放旁邊 好好的想一下 可以投下怎麼樣的票 我相信會有很多溫暖圍繞著你們 而我相信最後 賴委員 你那位三等親的同姓伴侶 登記結婚之後的這個婚宴 我們所有的同事都會去跟你祝福 所有的同事都會去給他們祝福 一定幸福 我相信他在大家的祝福之下 一定會非常幸福 謝謝 謝謝林委員 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想剛才如尤委員還有吳委員所說的 其實這一條最主要都是從孩子們的權益來去看 所以說 是不是婚生子女在法律上的權益差異是很大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包括繼承 報稅 撫養 還有各種社會福利等等 所以他到底是不是婚生子女的身份 對小孩子的這個保障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是的話 等於就是對小孩子有傷害 所以我們在這邊還是希望說大家可以支持 這個 寄親收養 但是時代力量其實也有提出一個修正動議 是希望進一步可以包括保障接續收養 還有共同收養 那目前現在有的這個同性婚姻的家庭裡面呢 現在的這個孩子其實也有需要被保障的 其實就是需要用接續收養的方式 所以我想這個如同剛才這個吳秉瑞委員所說的 其實啟動收養的程序是很複雜的 要先去接受很多的課程啦 經過社工的審查啦 跟小朋友互動的評估啦 還有客觀的經濟狀況 家庭的這個內部的狀況 然後最後還要法院的裁定 所以如果經過這些專業的評估以後 這個認為有一個孩子跟一個家庭的互動關係 真的是非常的好 非常適合在這個家庭裡面成長 可是就只是因為家長的這個性情下 而阻止了這個孩子的幸福 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另外一個歧視 這也是我們今天在這邊討論婚姻自由的時候 除了在講婚姻自由 婚姻的保障以外 以及我們要保障的其實是人民的這個平等權 所以我知道說以現在的這個意識的流程 我們的修正動議看起來可能不一定有機會被表決 但是我希望所有在座的同仁官員 可以一起來思考這個問題 應該是要盡快也能夠進一步來解決 謝謝 主席以及本院的同仁 大家好 我想在協商的時候 我們也有清楚的跟大家表達 之所以會提出這一條的修正動議 我想主要是因為今天 按照目前的這個版本 微調後的版本通過了以後 其實他保障到的這個伴侶 其實會有遺漏掉 恐怕會有遺漏掉台灣人跟外國人 結婚的這些同性伴侶 那他沒有辦法順利的進行結婚登記 那也就是說他相關的很多的權利 都沒有辦法受到保障 關係不被承認 那所以呢 我們希望呢 可以比照異性的伴侶 他應該要有的權利 我們在這個同性的伴侶裡面 也能夠做這樣子的保障 那所以 放在這個同性婚姻裡面來講 也就是說 因為現行我國的這個 涉外民事法律的適用法 第46條本文有規定 關於婚姻成立的實質要件 其實是需要各當事人 本國法去進行認定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剛好台灣人是跟加拿大人結婚 或台灣人跟美國人結婚的話 他比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但如果說台灣人是跟其他的國家 例如說 剛才我們也還有一些朋友 正在急著問說 例如說他跟香港的朋友結婚的話 是不是在台灣他還沒有辦法有 這個婚姻的這個保障 配偶的保障 所以在這邊我們是希望能夠提出這一條 讓大家在這個要件上面可以依照 一方的當事人的本國法進行認定 那也就是說 我們希望 這樣子能夠 在 時代力量這個修正條文通過之下 能夠去保障到 一樣的這些台灣人跟外國人的 伴侶的這個保障 謝謝 謝謝林委員 院長還有各位委員 還有所有場外的朋友們 還有很多沒有辦法到場 在線上關注的大家 首先要恭喜大家 我們一起做到了 而且我也要恭喜大家 先預祝大家新婚愉快 我想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 我相信這個驕傲是屬於所有台灣人的 那另外身為立法委員 我想很多人 很多委員應該跟我的心情很像 也是對於這些同志朋友們 說一聲抱歉 讓大家久等了 讓大家受委屈 這幾天有許多的朋友都給我鼓勵跟感謝 其實我要感謝這些朋友 因為這些朋友他一路以來不放棄 那他們對於婚姻跟家庭的嚮往 我想在座大家不要笑 我已婚18年 我想大家很多結婚比我還要久的 對婚姻還有這樣子的憧憬嗎 然後我是一個兩歲小孩子的爸爸 有的時候對婚姻跟家庭只有勞累 但是看著這些人還願意相信婚姻 願意相信家庭 也讓我們這些在努力的人一起抱持著憧憬 所以可以為這件事情努力 我非常珍貴珍惜也非常榮幸 很感謝可以參與這一課 但是我想整個今天在審查的過程 我想我們都同意 其實所有面對的困境 乃至於今天都還有很多的發言 充滿了歧視 很多委員充滿了扭曲的資訊 所以我想還有很多艱辛的路等著我們 可是我還是要跟所有的同志朋友們講 請大家開開心心 放心的去結婚 至於對社會溝通的這個工作 讓台灣不再有歧視 這個是我們立法委員的責任 我自己也是一個區域立委 我跟大家有一樣的這個壓力 我想這個工作未來是我們的責任 讓台灣有更多的幸福 讓沒有人在台灣會受到這樣的傷害 再一次預祝大家 請問與 謝謝林委員 謝謝林委員